2020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了全国人民的生活。 病毒从哪儿来,成为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。 学界普遍认为,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, 而将病毒传染到人身上可能存在多种中间宿主。 华南农业大学2月7号发布最新研究称, 穿山甲或成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。 蝙蝠是多种人畜共患病毒的天然宿主, 携带数十种,包括爱博拉病毒、马尔堡病毒、黄犬病毒、 亨德拉病毒、帕尼病毒等病毒。 由于蝙蝠特殊的免疫系统,携带病毒却极少出现病症, 而我们人却不能免疫这些病毒。 17年前,蔓延至全球27个国家的SARS病毒自然宿主也是蝙蝠, 而其中间宿主是人们贩卖宰杀的果子里。 这次疫情潜在的中间宿主穿山甲是保护动物, 却也逃不过人类滥杀的病原。 也许,源自动物的病毒并不是冲着人类来的, 但是人类的野生动物市场和餐馆却成为了病毒的传送门, 人类每一次的遍体鳞伤都是侵蚀自然的反噬结果。 人类依赖自然,动物也是人类的粮食。 生物学家通过对蛛丝的研究, 制造出比钢还要坚韧, 比尼龙更柔韧的高级丝线。 这项技术可以彻底改变医药行业, 创造出坚韧的甲肢、器官和韧带组织。 船和潜艇的发明灵感来自人们对鱼类和海豚的模仿, 对蜻蜓的飞行研究研发出了直升机。 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系统发明了雷达, 对海豚的声音定位研究研制出声纳定位仪。 仿照水母耳朵的结构和功能, 设计了水母耳风暴预测仪, 能提前15小时对风暴做出预警。 根据青蛙眼睛的视觉原理, 发明了电子蛙眼。 根据对萤火虫的研究, 创造了日光灯, 使人类的照明光源发生了很大变化。 还从鼻涕虫过于分泌的粘液中获得灵感, 设计出一种强力无毒的医用浇水。 研究人员用这种粘合剂修补猪的心脏损伤, 发现它经过数万次心脏收缩与梳张后, 仍保持稳定。 人类从动物身上获得的启示不止如此。 经此一意, 愿领东散尽, 万物复苏, 让我们学会敬畏生命, 敬重自然。